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手。 近期肖战接受人人都是志愿者的采访,再次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在采访中谈论了很多肖战热衷公寓的理由,与第一次做公寓的时候非常值得一看。 而肖战众所周知是三观非常正的一个明星偶像,但鲜有人知,肖战的三观与他身上所蕴含的正能量是怎样形成的,下面就跟随小编的文章来深入的了解这位正能量明星吧。 在采访中问到肖战选择参与这次公寓活动的理由是什么,肖战回答道, 其实我很愿意去参与到公寓活动中,因为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到他人是一件让人感觉到很幸福的事情。 当问到肖战人生第一次做公寓的时候是什么的时候,肖战回答道, 这大概就是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学校组织我们一起去养老院,而这人生的第一次公寓对于肖战有很深的影响, 也是他长久公寓路上的一个起点站,具有很深刻的意义。 当被问到他正在帮助的关于那些自闭症的孩子们的时候,你觉得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肖战回答也是具有很深的见解,他说道, 我觉得还是爱与陪伴吧,对于这些孩子,我们需要给到他们更多的陪伴的时间和爱。 听到肖战这段回答,我们能够深刻的感受到,他对于自闭症的孩子们是有着很深的了解的, 也是有着深深的关爱在其中的。 当问到肖战,您如何看待购买化作衍生品帮助他自力更生和改善家庭呢? 肖战回答,这也是一种帮助他人的方式,用一种美的方式来传达善意, 确实用美来传达善意这样的做法非常值得肯定的。 当被问到,您如何理解兽人与鱼,不如兽人之与鱼,这句话的含义呢? 肖战的回答也非常具有深刻的意义,他说道, 除了物质上的帮助,其实呢,助人为乐更是一种信念和善意的传播。 是啊,肖战不是一直以来都在传播助人为乐吗? 当他走向艺人这条路的时候,他就从来都没有停歇过传播我们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在隐身作则的情况之下,更是激意引导粉丝们去帮助他人, 但无数需要帮助的人从中受益,而这就是肖战这位跟着苗红的本土偶像明星所带给我们的最大的正能量, 积极传播中华传统美德,让社会都养有助人为乐的好习惯, 这也是所有的海外明星都不能带给我们的那种同根苗的认同感和贵属感。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在肖战积极传播中华传统美德助人为乐的路上, 将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同时也会有更多的人从中受益。 青年元元肖战,加油! 虽然几个月以来肖战一直都是饱受争议, 但是这并不影响肖战是一位正能量艺人, 肖战在没有大红单子之前就已经开始做公益,慈善了, 为了给小动物一个温暖的家,肖战捐款捐物,身心士卒, 满满的都是感动,成名之后肖战也始终保持初心, 有人说肖战做公益是为了做秀,为了给自己洗白, 在我看来这纯粹是无稽之谈,肖战可不是在成名之后才开始做公益的, 此外肖战犯什么大错了,还要给自己洗白呢?原谅我的无知, 肖战捐款获得官方表扬,还颁发了荣誉证书, 近日乐助学官方点名表扬肖战, 原来肖战参与了乐助学的小小书桌99爱项目, 还捐赠了16800元的善款, 这些善款将用于给善去孩子们购买书桌, 让孩子们能够在书桌上学习,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肖战这一善举乐助学官方还给肖战颁发了荣誉证书, 传递正能量,肖战从来都没有让我们失望, 如果不是官方点名表扬肖战的话,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肖战还做了这样一件大善事, 肖战做到了低调行善,根本不是作秀, 写在最后,肖战获得官方表扬, 颁发了荣誉证书传递正能量, 像这样的正能量事件肖战做的太多了, 很多时候都是粉丝鼓鼓扒出来的, 肖战从来都没有将这些善事公诸于世, 做人低调,做事情也非常的低调, 像肖战这样的正能量艺人才是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 不管是不是艺人生而为人就必须传递正能量, 这才符合当前的社会价值观, 做善事传递正能量并不能够用金钱来衡量, 捐多捐赏我们都为你们点赞, 为你们的爱心点赞, 此外因为一部剧肖战被大家谈论了起来, 这部剧肖战不是主演, 定档海报上面也没有肖战, 肖战只是特别出演, 可是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去谈肖战吗, 把这部剧当作是肖战的新剧呢, 如果说其他演员都没有被提及, 或者是重点去说, 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去特意说肖战参严, 首先, 另一方面是因为肖战影响力着实大, 粉丝技术好呀, 宣传这部剧的时候带上肖战会更有传播度呀, 最好的证明呢, 便是在CCTV放出片花之后, 根据流行趋势的关键词, 肖战CCTV相关话题登上了泰国热搜第六, 其次, 另一方面是因为肖战参与这部剧的意义非凡, 从七个月前肖战就被所谓的各种的人各种的抵制, 包括代言参与录制的节目, 甚至还有代播作品, 通通都被抵制, 据于此, 很多与肖战合作的品牌纷纷解约, 参与录制的节目更是剪掉了肖战的镜头, 代播作品因为各种的骚扰不得不推迟, 小飞侠和粉丝们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种绝望的状态, 欲哭无泪, 每一次有肖战的消息, 大家都是期待肖战会好一点, 能够被温柔以待, 有粉丝曾经留言肖战眼里泛着的温柔, 让人以为他一直都被温柔以待, 好想哭哦, 在这七个月中肖战也曾经被官方多次肯定, 但是依旧没有让一些人助手, 当肖战参与到鱼线公益情的时候呢, 有一些纸黑去攻击, 当肖战被邀请参与到曹玉先生诞成110周年活动的时候, 依旧被黑, 肖战粉丝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的时候依旧被黑, 甚至就连央视和众多的主流媒体都相及发生, 严厉打击网络暴力的时候依旧有很多的纸黑攻击肖战, 就连最近肖战营业晒坚果都遭遇了一些十分不友好的评论, 网络暴力和实凶呢肖战遭受了太多了, 但是索性在这个行程当中, 一直都是有人对肖战暴力肯定的, 不离不弃的代言看小赵百威真果丽, Rose Ollie弱氏等等, 还有为肖战发声的官方的媒体, 还有包括检查媒体啊央视啊以及圈内的前队等等, 如今央视带着新剧最美逆行者出现, 还要请肖战作为特别出演参与了幸福社区单元的演出, 这部剧拍摄的时间必定是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后, 央视也是经过决策的, 这部剧开拍肯定是在三到四个月之前, 这样呢就意味着当时央视就肯定了肖战, 这无疑是告诉大家, 演员肖战回来了, 庆典演员肖战值得, 所以参与这部剧意味着央视对肖战的认可, 也是不难理解了, 为什么很多的粉丝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有点过于开心了, 肖战只是扮演了一个小角色, 被反复提及确实有点不太适合, 但是小角色蕴藏巨大能量呀, 知道了这背后的两点原因也便理解了嘛, 一个是编运宣传让更多人知道嘛, 另一点就是这部剧对肖战有着特殊的意义, 肖战值得心图璀璨, 未来可期。 树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